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 皇上皇上你怎么了 父皇 太医 在 皇上驾崩了 是什么 怎么会 父皇亲日之间继续体弱 并无恶极 怎么可能突然暴毙 皇上是 这是中毒之相了 中毒 父皇 来人 将残宁这个杀人凶手拿下 凶手 将军 你要干什么 启禀母后 儿臣近日已经查明 残宁串通犹太匿 给父皇下掉 这父皇龙体抱一样 时常昏迷 我没有 你胡说 刘太医已经全部成了 证据确准 容不得你抵赖 刘太医 为谁干死 为谁干死 是 是他 是残宁公主 以我家人的性命为要挟 臣不得不这么做 而且 这还有残宁公主 给我的毒药的信封 这药方乃前大习国 皇家密职 专门审券犯人 残宁 你身为前大习国公主 你还有何好教训 残宁 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 叫他给我拿下 残宁 我没有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母后 自从是年间大习覆灭 是父皇叫我救出大会大处 叫我克思金收女儿照顾 我怎么会谋害她 残宁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有躺货这个贱人不成吗 母后 残宁以下犯上谋害皇上 这是中九族的大罪 儿臣认为 必须严惩 否则 我纳杵 江山位 来人 四毒交 我 闭嘴 这妖女今日必处 你皇后 残宁 殿下 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 我怎么会谋害父皇 这些年来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嫁给你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是我做侧妃也毫无怨言 我怎么可能会谋害父皇呢 殿下 你要为我做主 草灵团还在脚链 醒醒 殿下 哇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你选一个 我 我 殷 Der 秦 啊 啊 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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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梁王他瘋了 他殺了好多人什麼 梁王你想幹什麼 忘了他你 朋友你放心 說你忘了他 他是本宮的臭杯 怎麼處罪他 你是本宮的家屎 還留得到你來指揮 姚兒 我說過 誰傷害殘忍 誰去為他陪葬 我可是大叔太子妃 你敢傷我 傷人了 姚兒對不起 我太晚了 十年相反 總是敵不過這 王群救生 我好恨 姚兒 你怕 你還有我 對 我 心 不怕 我會一直陪著你呢 太子妃 他醒了 啊 感覺怎麼樣啊 你 你不是死了嗎 你當然希望我死 只要我死了 你才能當太子正分是不是 你做夢 只要有我在的一天 你就休想進入東宮大門 休想與太子大婚 大婚 你是說 我現在還沒和太子 只想大婚典禮 你少在這裝風脈上 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麼鬼招 你今天是用什麼央術魅惑太子 讓她鍾情於你 非要舉你進門的 大婚前 我這是 重生了 來人 蔡妮 你說 如果你變成一個 四肢不能動彈的一人 太子還會不會像以前那樣喜歡你 你想幹什麼 這是我特地為你準備的西域齊 只要你喝了它 你就會變成一個不能動 不能說的活死 到時候 就再也沒有人 跟我爭太子殿下 你敢還有什麼不敢 這毒 無色無味 太醫院最頂尖的太醫 都查不出任何關 啊 你 放開我 放開 放開 放開我 哎呀 把他給我抓起來 住手 救我 別怕 有我在 別怕 我 你還有我 梁王 你好大的膽子 竟敢擅闖本宮寢殿 你要造反嗎 我警告你 再敢傷害寧兒 我定讓你付出代價 寧兒 好親切的稱呼呀 讓我猜猜看 你們兩個 不會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道 你這樣胡說 我胡說 你看看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與梁王拉拉扯扯 大家都看著 再亂說一個字 我立刻抹了你脖子 你應該知道 我是一個說得出做得到的 立刻向您兒下跪道歉 元王 我可是大楚太子妃 你竟敢如此羞辱我 那又如何 貴 還是 謝謝小白 我在大楚這十年 好像每一次我遇到危險和麻煩 你都是那個幫著我 護著我的人啊 你們在幹什麼 不要 殿下 殿下 你要為臣妾作主 讓那兩個合起來欺負臣妾 露瑤 露瑤 從前是我瞎了眼錯看了你 為了你的皇陣富貴 我終究是那個可以被犧牲掉的人 昭君 你沒事吧 蔡寧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有我有 太子妃請公做什麼 殿下 臣妾今日就是跟妹妹說說話 不小心被你聚嘴惹老了妹妹 梁王殿衝進來 對臣妾要打要殺的 您看 臣妾的脖子都受傷了 你要是再晚了半复 臣妾怕是都沒命見 不見 殿下 臣妾今日聽 宮外搖嬌聲 前妻公子殘妾 勾結外部勢力 遇到後宮上位 也有謀反之心 臣妾自然是不信這些的 於是便想 親自來問問殘妾妹妹 好不可心安 神師流亡便算 三弟 太子妃與殘妾的矛盾 乃是本宮的家事 你一個外人參後進來 怕是不妥吧 到底想幹什麼 我說過 無論何時 何地 任何人 都不能傷害殘妾半分 否則本王 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包括你 放死 殘妾乃是本宮未過門的策妃 本宮自會護他周全 還輪不到你在這指指點點 太子殿下 我記得皇上 把我許陪給你做策妃時 曾說過 如若我挽回 只要在大婚之前 婚事均可作罷 殘妾 什麼意思 我反悔了 反正我的身份 眼高攀不起太子殿下了 所以 我們的婚事就此取消吧 你到底想幹什麼 殘妾 這種婚事 可任相復活跟我求來的 岂是你想取消就能取消的 我再沒有比現在更謙虚的時候了 太子殿下 從今以後 我殘妾與你 自己先看 我們走吧 你啊 少年是我食人不輕 不僅害自己慘死 還連累了真正在乎我 愛護我的人 這一時 我不僅要緊緊抓住愛我的人 我還要讓所有傷害我的人 付出代價 走吧 我不同意 殘妾 別鬧了 跟我回去 我再也不會跟你走了 太子殿下 你就守著你的江山 好好過吧 殿下 你看他們那副咄咄逼人的樣子 顯直不把您放在眼裡 滾 滾 滾 我可是皇后親定的太子妃 他那個什麼東西 什麼太子徹徹維護他 還有那個良望 他算那根粗 太子繼承大主江山 一份皇后 滾 就是徹底扯著這段狗男女 那行 你絕對不能等到那一天 萬一有一天 太子把他迎娶盡了 這可就不好過了 絕對不能等到那一天 娘娘 別生氣了 牛逼倒是有一個主意 可以好好教訓教訓那賤人 讓那賤人身敗你 你抓緊時間去辦 是 殘尼 我定要讓你看看 誰才是大主未來的女主 要想徹底扳倒太子妃 就得理清她的出身 還有她在朝中的關系 我 足以寄破 她是前述國的人 那麼關於前述國資料記載就是 何人擅闖皇家藏術的啊 何人擅闖皇家藏術的啊 啊 洛勇 你怎么在这 擅闯皇家禁敌 轻则流放 轻则刺死 你可治罪 你不会治我的罪 为何 因为你是陆友啊 你们在此地干什么 太子殿下 我来是为了寻找一本失传的情谱 听完藏书阁友便过来看看 刚才不胜衰落 是梁王殿下救了我 你不胜 残宁如今不再是女后妻 他去了 不需要 本宫为残宁的婚室 是父皇殿下 就算要去 也要父皇同意才行 如今父皇昏 但是很通常记忆 父皇许多个残疑 只要在大会前 他若想缓缓 随时可以去杀 其实 你说过只想嫁给我的 我有钥匙 玉香立刻见到太子殿下 娘娘殿下还在说话 殿下 殿下 我有钥匙 赵君 有何急事 臣妾近日听闻 宫外风言风语 说是 侍卫与太子府上的侍女悠然 臣妾担心这传言 犹如皇家颜面 特地派人去查清此事 没想到 竟然属实 与侍卫私通的不是别人 正是 他与太子殿下大婚的残妙公主 纯姬实在不忍殿下再被欺瞒 所以 不得不做了这个坏人 特将此事 禀告殿下 说你 原来是这样 此事事关残妙清闻 你可有真凭实据 那是自然 来 告诉殿下 究竟是何事 殿下饶命 是残妙他 募议我 所以我才 你再让我 不做八道一句 残妙 确实是怎么回事 怎么 太子殿下又相信他们说的了 残妙 现在人赃并祸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人赃并祸 不过区区一个侍卫的一面之词 怎算铁证 殿下 被侍所受 居居属实 没有任何欺瞒 有残妙所送的信物作证 这 这不是 皇上玉刺的骨玉吗 还有这 不得 这不是我送你的那块玉胚吗 那可是父皇亲赐的骨玉 是我印的定性信物 你当真转自了他人 不止呢 残妙 你说说你 好歹是个公主 这杜兜 哎呀 这近日我房中时常闹贼 盗走了我好多东西 原来都在这儿呢 贼 残妙 你这借口未免也太过荒谬了 这宫中戒备森严 岂是小小毛贼信的来的 昭君啊 昭君 亏你还是大楚的太子妃 竟然用这种拙劣的把戏来陷害我 真是让人笑得打牙 蠢 你 殿下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这块玉是假的 你会不会哭啊 不可能 你还在狡辩什么 这可是黄生玉刺的骨玉 不必再说了 财妙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大哥 你送了一块假玉给您 蠢色的假玉 你不是说买通了他府上的侍女吗 这玉不是从他府上掏的吗 是啊 我借开着他从残庭房中掏出 总是假的 太子殿下 不如你好好看看上面秀的谁的名字 曹羽 洗衣旁掌是嬷嬷的名字 嬷嬷今年六十有余 你该不会是想说 你是和他同见 这是他送给你的定求信物吧 给你给你 殿下受罪 殿下受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事情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念 vu 然后 我 嗯 哼 事情就是這樣 是你可以掉包了黃色和肚子 故意言我們出口的大的奴婢 不信給算計主子 饒命了殿下饒命了 原本 我還不知道財人偷這些物件是做什麼用的 沒想到今天出現在太子妃這裡 居然還成為了我和侍衛通姦的證據 我想太子妃是否能給一個合理的解釋呢 我 太子妃 是你做何解釋 這些都是小人的錯 小人就是不願意見殘寧爭褲 恭迎殿下 籠落了主子 所以才出紫下策 太子妃對此一概不知 全是小人的主意 來人呢 拖下去 讓陛下饒命 陛下饒命了陛下 陛下 陛下饒命了陛下 陛下 臣妾也是聽信小人谗言 這才誤會了殘寧妹妹 此事都是臣妾的錯 請您責罚臣妾吧 罢了 太子妃 你呀你呀 就是耳根子太軟 脾氣急躁 才會被幾個下人輕易蒙骗 輕信他人 神奇之錯 也不知道是誰耳根子們 是非不分 我上一世怎麼眼睛那麼瞎了 又或許他什麼都清楚 只是因為要仰仗太子妃某一個勢力 不正全 才正義之眼閉之眼的吧 殘寧啊殘寧 這個人早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單純善明的姚哥哥了 太子殿下 死無貴重 還請收回吧 殘寧 你當真是鐵了心要和我解除婚約 你當真是鐵了心要和我解除婚約 殿下是大楚未來的楚君 不該被小情小愛訴困住 能站在殿下身邊的人 也只有太子妃了 還請殿下高抬貴手 放了我吧 殘寧 別說棄話了 最近父皇昏迷 朝中事物繁忙 是我忽略了你 等這段時間過去了 我們再上到婚室好不好 不必了 殿下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不可能 不是他 我們走吧 神啊 你別得意 下一次就沒這麼性命 我一定要讓你 身敗名裂 陛下 您該用藥了 娘娘 说吧 什么事 什么 她居然取消了和太子的婚约 既然她这么有自知之明 倒是省了力气来对付她 娘 你刚刚说你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什么意思 你猜 等一下 别看 太脏了 难道在这个皇宫里生存 就一定要斗格尼死我活吗 宁儿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永远站在你身后 谢谢你 罗友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谢谢你 谢谢你 罗友 宁儿说的那个人 是我 还是说 只是她随便说的 用来搪塞太子的托子 不行 我得确认清楚 别看了 太脏了 不认识 难道在这个皇宫里生存 就一定要斗格尼死我活吗 宁儿 你要让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永远站在你身后 太子妃敢如此长谎的陷害于我 恐怕背后一定往皇后的支持 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揪出来 头怎么这么冤 这是楚国最厉害的迷恙 从太子妃交代了 这一次一定要把事情做事 上那个记忆的顺怀名利 彻底地断了太子对她的逆行 不认识 站住 什么人归归碎碎 梁 梁王殿下 你 不是太子妃身边的人吗 为何会在这儿 老奴年纪大了 一时走神 不知怎么的走到这里了 老奴告退 走了 住手 滚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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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热 先起来 宁儿 你怎么样了 rt 陆傑 我 被我第一次 敏儿 一种谜药了 醒醒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心神一种 爱恨了 可心谁来 读 尚爷这是我太傻了 没有珍惜你的感情 其实最好的人 早就在我身边了 上一身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很痛吧 你怎么那么傻呀 可必为了我伤害自己呢 敏儿 敏儿 什么呢 说吧 什么事 什么 他居然取消了和太子的分约 既然他这么有自知之名 倒是什么意思 上一世 我虽被够心 但皇帝确实是被毒杀 我必须得查出下毒之人 他人 什麼人 什麼人 呀呀 他疼了赶紧追 刺客在那里赶紧追 陆小 快追 放死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放死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梁国殿下 每时追打刺客 如果有冒犯 还请见谅 怎么 本王看起来像刺客吗 刺客动了刀 殿下身上没有伤 自然不是 只是 殿下怀疑了人士 连本王的女人 你也想看看吗 哇 美之不是这个意思 还能快滚 是 真想 牛肉 醒了 这里是 你说呢 你 你 我 府上的大夫已经替你包扎伤了 你刀伤不深了 不过 大内侍卫所带武器 均带毒药 如今 这药玉替你吸射了毒性 解了毒 病带 今天是我 山闯青春 腹伤有最好的伤药 并不会染 这药玉 你先泡住 是 好 啊 走 多谢殿下相助 你啊 今日若是不急 可否为我揍上一群 喇哩 娘,你怎么了? 你还有伤,是我考虑不佳,今日先带你回去吧。 殿下,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在我最危险的时候你都会散? 因为... 因为你喜欢我,对吗? 因为你喜欢我,对吗? 对,自从十年前,复活马尼从战场带回,便心中一直有你,至今未必。 那日我拒绝太子,是我心里有了别人,殿下可还记得。 所以,那个人是... 是一个一直在暗处默默守护我,会为了我不惜放弃一切,甚至会疯狂,会毁掉一切的人。 那个人,就是你。 死话当真。 那日的西域迷药,我并非记忆全无。 而是当迷药,缓出我心中最想要的人时,出现的并非是洛瑶,而是你。 所以,现在心里那个人,真的是我。 在花边一身秋,只一眼就滑落。 装满人一路错,也很很寂寞。 一路错,也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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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再饮一杯吧。 够了,你,下去吧。 殿下,是秦室的记忆不够经抄吗? 明是我便让母后再调几个秦室过来。 不必了,只有残宁的秦,能让本宫心安。 不必了。 殿下,是。 出去 是 你醒了 伤口还疼吗 每天欣赏已是大幸 我看看 你干嘛 我帮你还药 还疼吗 还好 我帮你上药 昨日我闯入进宫 是为了查一件事 何事 我怀疑陛下昏迷数月不是重病 而是被人下毒了 下毒了 你可记得陛下是何时开始重病的 半年之前 御医说是陛下久急成病所致 也正是太子向陛下提出 要立我为侧妃的时候 所以呢 当时皇后极力反对 但陛下还是答应了 再之后 陛下 便开始卧从不起 你的意思是 为了阻止你成为太子侧妃 皇后 毒害了我父王 难道你没发现 自从皇后上台 前蜀国的势力又一次站在了台前 再后来 皇后的侄女昭君便立为太子妃 他们可都是前蜀国的人啊 一旦淡下紫色 他们便可以另立新皇 到时候 外戚干政 架空落药 不出三世 大树即可复毙 等你成为了太子侧妃 以你为首的前妻旧臣 便可压制他们 不错 陛下说我做姚女养在宫中 想必 正是为了中横各个势力的考量 如果我不和太子解除婚约 恐怕 还有别的手段在等着我 所以 你只能是我的 如果我猜的没错 皇后寝宫一定能查出什么 我去看看 皇后寝宫我逼你说 我随你一起去 此事危险 就这么定了 今晚三更 正值守卫换班 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好不容易得到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给你任何 离开我的机会 可有发现毒物 等等 私补药物 我记得上一时他们构陷我时 说所用的毒乃是大齐波 选讯犯人用的皇家秘制毒药 莫非 找到了 苏文明日给陛下的药可准备好了 苏文明日给陛下的药可准备好了 她是我们的苏子 在苏文明日给他 苏文明日给他 大多出生于此 娘娘 那让陛下一只熟睡的药物 不可再服用下去了 倘若再这样下去 陛下恐怕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无妨继续用药 是 苏婉 本宫知你一直心仪良晚 娘娘 只要一切按照本宫手的做 本宫保证 事后一定让你当上良王妃 谢谢娘娘 但若事情败露 不只是我 整个苏家都会 放心 本宫早有筹划 到时候就将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那残宁头上 你只管做 剩下的交给本宫 遵命娘娘 明日我会继续为陛下服药 看来上一世 就是这么把黑锅扣我头上的 什么人 走 快走 不上等我 你回来了 我 你受伤了 没有答案 没伤到药 糟了 但内侍卫的武器都有毒 诺瑶 诺瑶 他 куы 不上 二 吃 是 我 我 喜欢 whip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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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你心裡有我 你沒有騙我 你傷還沒好 不易輪動 這是 這我給你 今日是取得正物 但未來仍未及似伏 或許 連你也會被捲入危險之中 未來太遠 似乎在一起 便足夠了 洛秀 當年你滅蜀滅其所相聘逆之時 可有想過今日 不枉我在這深宫中 隱忍數十分 這大楚江山改天喚世 復必大熟 指日可待 陛下 您該用藥了 住手 這藥有毒 喝不得 你胡說 要是藥有毒 燕藥太醫 幾會不治 老臣行醫多年 氣味和色澤來說 方才蘇姑娘的湯藥 藉由補藥熬成 絕無掺杂毒 確實如此 是你 你這個妖惑 竟敢擅闖陛下請功 還謠言惑眾 來人 給我把他拖下去斬了 在 我看誰敢動他 洛秀 你敢在陛下請功把劍 你瘋了不成 梁王府的人 娘娘 梁王府的人 將這裡围起來了 洛秀 你想遭返嗎 所以 我跟你二親兒聽見 豈會有假 洛秀 你莫要陪這妖惑發瘋 我今日 既敢和你當面對峙 自然是有證據 太醫說得沒錯 蘇姑娘的藥 確實均有骨藥熬成 並非毒藥 但在前期 审訊犯人有一味毒藥 將幾大補藥 按特定比例混合 就會變成毒藥 一旦服下 便會讓人虛弱 反而陷入昏迷 便有下藥者差事 真有此歇毒 又為何會對毒藥如此了解 上次 我便是被構賢用此重手法 給皇帝想 用此負責 原來陛下一直卧床不及都是你害的 不是的 娘娘 咱們不是說 閉嘴 你又要在這裡胡亂吐 來人 給我把他拖下去 我看誰敢動 陸游 你瘋了嗎 立刻退兵 不然誰都保不住你 是嗎 那就試試 夠了 如今你父皇尚未清醒 若是讓他看到你們兄弟相殘 豈不是傷了聖心 殿下 孩子晚上你再發為證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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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